基隆市議會進行111年度決算報告 由審計部基隆審計室報告 過去一年來 基隆市政府執行各項市政建設 以及預算的缺失 並且提出改善建議 不過有議員發現報告內容 包括了112年度 市政府大力推動的 行人友善化設綠斑馬線 以及近來引發關心的環保局 垃圾抵渣處理兩大問題 似乎跨年度又太過巧合 其實往年都是111年的 這樣協助審查這些狀況 可是我們在看我們審計官 今年的報告引領 有112年的運動機車 我們的綠斑馬 以及所有新的資料出來 這部分是不是也請審計官給我們解釋一下 您這一次的報告中 為什麼我們把我們112年的 這個尚未完成 或者是即將完成的這些資訊 給予其放棄 哪個項請我們審計官寫入 謝謝 不過審計市主任朱韻文回應表示 市政有延續性 審計官本於法令規定 如果發現有長期性資金需求 或是債務等施政上潛在風險 就必須提出預警性的意見 我們好像有提到1、2年的部分 我跟議員做一下 其他要說明 就是我們依照審計法69條的規定 就是審計官考慮各機關的績效 如果認為有提升效能 或增進公共利益者 應該其實建立建於各該機關 那還有如果發現有影響各機關的施政 或是失業效能的潛在風險 我們也會提出預警性的意見 那所以其實政府的施政都是延續性的 並沒有辦法用某一個年度的預算金額來做切斷 所以我們在查的過程中 如果有發現像我們看到說 他1、1、2年或是之後 還有長期性的資金需求 那關於這個長期的債務 或是他整個整體的中長期的資金規劃 我們都會提出一些預警 來維持的製作才好 上審計要送你解決 其他包括警察局監視器 系統損壞影響傳輸 連結到警察局監控平台 以及機動室詐騙車手提領案件增加 必須加強查氣能量 和老人人口增加 應該審酌引法安全需求 盤點醫療資源 及提升自殺防治工作 和公車處營運資金長期短缺 以及青年創業貸款利息 補貼預算執行率偏低等等缺失 都被審計室提出 建議機動市政府要改善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製造